OK开始录制 就是鼓了两个星期的教程 配教学 然后这次录一个教程补一下 然后这次做这个 这么一个壁纸吧 算是壁纸 虽然做得有点丑就是了 然后我们先进一个合成 把要用的素材倒进来 这个素材是 招法器是那个BD里面的 BD里面的它就带了一个壁纸 找一下 这这么一张壁纸 然后是 它缠着自己的自己的情绪度就有点模糊 你看这里都有噪点 然后我用那个外服 处理了一下 然后把这噪点消掉了才行 然后把图先抠出来 扣的话直接用那个钢笔工具 以植带区点报就完事 嗯 然后 这里就不做演示了 太久了 扣张图扣了半个小时 这头发 你看这头发 一堆孔 然后我们这里 直接把这个蒙板回复出来 然后就扣下来了 呃 这里先建一个古代层 命名为BG BG 背景 然后我们调整一下 人物层的大小 它还站这么大了 摄像6 然后我们把人物层复制一层 加上填充 然后反转 再加一个 再加一个 快速模糊 8到5 5 6 左右吧 然后注意看 这里就会有那种露光的效果出来 像露光透过人一样 然后我们再 然后我们再 把我做文字乘出来 然后夹一下 呃 选择形状成的椭圆工具 椭圆工具 拉出来按住Ctrl加Shift 它就会变成一个圆 然后这个圆的话 3 然后 招花稀释 然后这里用脚本 把它拆 把这四个字拆成四个文字层 然后它就本解决了 招花稀释这四个字 这里就会不要了 agora我们调整四个字的位置 招花稀释放在这里 还有点大 这一节 嗯,差不多了吧 再弄一下 然后是底下还有一串字 在里面进行传组织约定出发复出过来吧 然后就这么一张端子 嗯,然后我们调整一下他们的位置 然后在这里 换两个线 厚度为0.3 调一下角度 在内容这里形状重复制一场 然后调整它的位置 嗯,嗯,怪事情 算了,我这样调 OK,然后文字这块也做好了 然后我们做一个例子长座装饰 然后我们做一个纯色 定名为p p粒子 然后加入particular 这个插件 这个粒子插件 五度限价 然后选择方合 然后调一下它的发射大小 还有粒子的发射数量 三百 然后调整一下发射位置 从这里开始 然后调整一下粒子大小 然后把脑袋 不应该够 好,装饰用了 然后消灭器透明度 OK 然后就会有这种小小的粒子做装饰 然后是文理制作 然后每个字都有那种文理透在里面 然后我们先cntl-c 把这一层预设成一下 命名为招发骑士 然后导入一个俗层 嗯 这么长这么样的一个素材 一个星空素材 然后绿色不是我们想要的 我们把它调整 我加入一个三色调 调一下的颜色 调整变黄一点嘛 变黄变亮一点 然后我们在轨道折罩这里 我们把它调 把它的折罩设置为 轴滑骑士这里 同样的道理 我们这里也 把它命名为 在迪别的青城 好,我们cnt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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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tl 然后高光 拉到下面来去 好 这里调整的位置 把高光拉到上面 OK 然后我们做一个整体的调色 创建一个调整图层 然后 加入四色渐变 然后混合模式这里调为 柔光 调整一下颜色 好 这里就关系你们自己喜好调了 调什么都差不多 好看就行 反正我色弱我也看不出有什么区别 嗯 深一点 然后再加上一个 looks 然后软一点 太亮 OK 然后这里的对比图太高了 调整为50 OK 差不多了 如果你们还想再做一些装饰的话 可以把这些粒子啊 改成樱花什么的 这里我找一下樱花 樱花 然后再批粒子这里 图现一下 把这个 粒子类型调为 紫画面 然后在纹理这里 选择这个樱花 然后把这樱花 关掉 然后 大小拉稿 然后这些粒子就会变成了樱花 我们把旋转这里打开 然后可以随机寻爽 然后可以随机寻爽 嗯 有点大了 小一点 OK 关掉 然后其实看起来有点违和 然后我们加入一个 模糊 来做一个夹紧身 上 OK 就差不多了 挑看 OK 这样就到这里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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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